《小威》 《動蠻犬小嬌》後又一感動之作 日本超人氣鬆毛犬小威 現身銀幕 演繹自己的真實故事 我想很多朋友都以為我 是很豐富的配音經驗 所以之前可能會對我很有要求 其實我完全未試過配音 我配音的角色是 燒魷魚店老闆娘折子的角色 而這個角色是由詩緣博子去飾演 折子是很有愛心的 在她未遇上小威之前 她在家裡已經收養了很多流浪狗 小威這隻秋田犬是真有其久的 她本身是住在日本清心縣的流浪狗 後來被燒魷魚店的老闆娘收養了她 小威真的很出名 她在日本超過有30份雜誌 和50個電視台都分別報道過她的事跡 而是喚起整個社會對流浪狗的關注 我們除了可以看到一些森林、田野 還有一些山川 很多很美的風景 我是飾演小威的主人小亮 雖然小威被送走了 但我也很想念她 我還經常去燒魷魚店的家 探望其他流浪狗 她做了小威 但小亮還在追著她 我也很感動 當中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小故事會發生 希望在香港這個地方 在社區裡動物和人 可以有一個很和諧的相處環境 藥師院博子主演 渣慧文、譚真一 動人聲音演繹 一個溫暖人心的小狗物語 鬆毛犬小威 8月25日感動獻影